很嚴重的熱騰到 要不然時不時有一天會變成血液 我非常相信這個事情是共產黨做的 褲子、衣服、頭髮、雙手 全部沾滿紅漆 香港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 流亡到台灣一生狼狽 我咖啡坐在路邊 大概十幾分鐘就有拿紅漆 全身都是人 其實我的面好喝很嚴重的熱騰擦 要不然時不時有一天會變成血 背後的衣服都破了 拉散口罩的零容基 即使淡定的喝水 原演是不了她的錯愕表情 被迫紅漆在民俗上有觸眉頭的意涵 林榮基說從香港流亡來台快一年 一直在準備重啟自己的銅鑼灣書店 這過程的艱辛被誰盯上 她心裡有數 台灣的警察是怎樣 香港的警察是怎樣 我有什麼好擔心 我有什麼好怕 怕是共產黨怕我們 我們開一家小書店 他們都做這個行為 等於說明他們是怕 台灣人怕我們 這個她指的是誰 林榮基名講是共產黨 台灣警方接獲情資 統派似乎也盯上她 書店開怒在即 林榮基遭遇的衰事 一口氣全部湧來 香港人都不怕 我這個香港人跑來台灣 一樣不怕 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不一定的聲音 205年林榮基在香港 約販售中共禁書 店長林榮基和店員 股東一連五個人 接連被消失 她的心血 香港銅鑼灣書店 被迫關門打擊 8個月後 她從中國廣東遭釋放 去年擔心逃犯條例 會遭羅織罪名引渡中國 逃亡來台 以至想將書店復蘇 再看似思想言論自由的台灣籌辦 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想為自由的靈魂而開的 銅鑼灣書店 上網募資 不到一天的時間 成功募到280萬 其實這家書店 我都現在時間看了 她因為募金的錢是 90%都是台灣朋友圈的 等於是這個書店 不是我一個人 只是我管理而已 這個書店是台灣朋友 東湊西湊 終於募足600萬 零融機開始選開店地點 最後新移南京東路 台北市精華地段 那我們是不是在台灣 重新把握去的 銅鑼書店再重新開啟 也是做一個反卡 因為我現在在中山站 所以就是說 試試看那個中山銅鑼灣書店 有限公司 是不是可以登記 我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去搞一些書店 也希望台灣其他朋友過來 配個照 終於零融機為自由的靈魂 而開的銅鑼灣書店 浴火重生的日子 就定在4月25日 然而 現在這個也是一樣 你那個廠商那個登記 那為什麼沒有搞出來 只是拿了一個所謂的商業登記 行為很清楚嘛 就是不想我開一家書店 開店前8天 一封律師函表明 銅鑼灣書店這個名字 今年3月已經被註冊 限7天內處理 否則將提告侵權 要求賠償 名字說是不改 但後續處理還是得忙 書店鬧雙包 事件還沒落幕 攻擊又來 這個事情最麻煩就是 因為這個瞬間 是今天在發生這個事情 開個店一波三折 還搞得一顆心惶恐不安 零融機無奈歸無奈 依舊勇敢面對 其實我們當時開書店很簡單嘛 都是沒什麼 遇見有什麼開放 我希望最重要這個書店可以維持下去 也可以通過這個書店這個地點 跟很多台灣的朋友 不管是香港還是中國大陸 年後來我們會有一個交流 通過書店 零融機的美意在開幕前已被重擊 感嘆的他回想起25年前 在香港銅鑼灣開店 小小的一間店已被消失收場 在香港不能做的事 他轉而想在台灣重做 甚至起了落地生根的念頭 是熱情未曾被交習 還是內心始終有個使命 我們是通過書本 把台灣的國民教育提醒 美國人我們記得大很強大 美國對嗎 軍事的 經濟上的 經濟上的 都很強大 你不要忘記 他後面更強大的是他的國民教育 這個店搞好的 當然是希望不單單是台北搞的 北搞是不是扣除了 撇開那些政治因素 零融機初中很單純 還有轉店夢想 但現在重心是開幕後 如何將書店穩住 接下來的目標要辦講座 不只賣書 零融機想讓童灣書店 真真實實成為一個 思想交流平台 突發中心 萬年所有的台灣辦法 看出條數據看 報導 對 運人 第二次 都不是 旅遊 沒 nic Web